香港發展生追差價有多狠 長實就做了一個殺出警候的示範 長實集團的這項項目 在5月6日單日錄得15鐘TADEN 涉及的金碼是9146萬 當中有5伙已經賣了 包括有3伙開放式 1間兩房 1間複職單位 在5月時長實直言會按合約追求差價 至今擾讓了3個月 終於進鎮長 長實向TADEN的買家發出了私信 並明確計算了追求差價的數額有多大 要求買家在14天內向發展商繳付相關的賠償 在長實發出律師信中 我們可以見到差價的計算方式 除了買賣差價外 還有附加費用 包括利息開支 從授經紀佣金 法律開支 屋苑管理費 及其他終止合約費用 即是買家未能在要求的時間內清還差價 發展商有機會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包括訴訟 要求法院強制執行賠償金 令他訂的買家會面臨額外的法律風險及費用 長實追差價的法律 依據主要是依賴正式買賣合約內的相關條款 在正式合約中 通常已經包含相關違約的條款 明確規定發展商有權追討過差價的損失 但卻沒有列明當中所有差價的細項 而條款之中有一個中文應該叫算訂損害賠償 前提是發展商要在買家撻訂之後 盡可能減低買家的損失 而根據合約時侯條例 發展商有權在6年內追收撻訂所造成的損失 香港樓市由2021年至今持續低迷 很多在谷風期買樓花的買家選擇撻訂 避免他們的最一步財務損失 他們忽略了發展商有權追差價 甚至無視這個可能性 所以詳實追收撻訂買家這個差價 最終之前不在9146萬 而是以這裡撻訂的買家作為例子 殺雞儆猴 防止之後的買家 以同樣的情況選擇撻訂 多點賣入樓花的人 今後在撻訂的錢 會認真思考當中的法律風險 要做到這個後果 這把殺雞儆猴的刀就要夠利、夠狠、夠缺 才有阻嚇的作用 而今次律師信的計算差額的方式 絕對是獅子開大口 用這個撻訂買家的例子 向大眾說明了 撻訂所造成的潛在損失 分分鐘比完成合約的投資損失還要大 當然計算差價這件有兩大爭議性 第一個就是撫加費的合理性 買家可能對計算差價的透明度 合理性會提出質疑 例如利息的計算方式 買賣合約通常寫明了是根據最優惠利率 P加2厘去計算 以現時的高息環境 即是要賠7厘以上的利息 買家會質疑這些利息 應該由哪個時間段開始計算 以及數目是如何計算 第二個就是重授價格的合理性 包括撻訂後 發展商是如何重新定價 以及發展商用了多長時間去出售 因為時間長了 撻訂的買家要承受更多市場風險 以及利息開支 特別在市場下調時 發展商的拖延 或者不作為 會成為買賣雙方爭論的焦點 在過往 詳實都追過差價 都打過官司 詳實最理想的方式 是希望撻訂的買家重回談判台 通過彼此協商去解決時次的爭議 訴訟是無可奈何的最終途徑 詳實作為香港的大型發展商 他敢追差價 他這個方式會成為其他發展商的參考標準 意味其他公司會更重視合約的條款 並且有機會採取類似的追討措施 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在火銷連環旋下 絕對會影響到買家的信心 導致潛在的買家在買樓方面會更加謹慎 但我覺得這對市場或所有買家都是好事 因為買樓的決定就幾百碼上落 怎樣謹慎都不為過 你覺得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